好 看看柯創成怎樣看 其實疫情發展到已經超過一年 其實香港人面對疫情真的有點累 你問我 政府做 政府不做 都有不同聲音 我自己覺得 其實現在大家期望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透過一些不同的方法 讓大家的目標盡快清零 盡快可以回復經濟 以至乎到打工仔的飯碗可以保住 確實做每一件事都有不同聲音 我經常都說 你不做 就會說你 叫做什麼呢 叫做後知後覺 你做 可能沒有結果 於是就出現了一些勞民傷財 但你問我 總觀呢 其實第四波發展到今天為止 其實市民的目標很清晰 都希望能夠盡快清零 盡快回復現在整個社會的經濟 就業 各樣東西 我看回過往這些風區 我自己都要下去 我最深刻就是黎港城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願意配合 但某些位置上面 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好一點 而這些位置上面 是能夠令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你想想 我們這個疫情搞了一年 我們的失業率是十六年的新高 我們的上學時間 小朋友時回來時不回來 我們的院舍要去探望 也都沒有辦法探望到 那不要說整個經濟 其實整個安排上面 我覺得政府在這些工作 由他以前被批評鬆 到今天說緊 但目的是一個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那個源頭 找到一些隱性病患者 第二個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這些風區過程裡面 今天司長說了 就找了十五宗 那確實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有一宗 因為真心話說 如果這一群隱性病患者 走到社區的話 其實我們就持續這樣 去面對一些不同 每天等派採好 確診數字不斷高 以至乎有沒有機會 第五、第六波呢 所以你問我其實 從目前為止 只是希望能夠 大家真的同心合力去做好 這些工作 讓整個安排 都能夠盡快去面對疫情 可以緩和或者清零的目標 剛才你提到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好些 你覺得是哪些地方 我覺得其實在風區上面 你會看到的 政府過往在佐敦來說 風的時間比較長 範圍比較大 你看到其實這幾次的風區 包括昨晚或者早前 其實它都是希望爭取 在晚七到早七的安排 另外在那個叫支援上面 你都看到其實它不論在物資 以至乎它動用其他政府部門的支援 個別個案去處理 其實它都是貼地的 我反而就是希望它能夠 是不是都可以 在那個通報上面 都能夠掌握得好些 在實際運作上面 我們是不是可以加大 那個檢測的量 因為我們每天下去看到 其實它是有幾部的檢測車在 到世衛的 那麼檢測時間 是不是可以再濃縮一些 再做好些呢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需要的 但是整體你問我 我覺得其實不論它現在做強檢好 以至乎它用599J去封也好 其實目標是一個 希望能夠盡快清零 盡快就走出這個疫情 我問一句 我常常說 剛才提到居民的反應 例如麗港城的居民都配合 我都引述今早 剛剛解封 土瓜環的居民 都是有些居民說 維風沒什麼大影響 港人對維風行動已經習慣 已經為了找出確診者是必須的 不過有些街坊就會說 對維風行動感到突然 大廈早前已經被列入強制檢測名單 但不明白為什麼又要再維風 安排混亂 你覺得怎麼看呢 有些大廈是否本身已經在 強制檢測名單 有些街坊可能早上已經去做完 然後大夜晚又被人維風 這些做法你覺得怎樣 這部分我自己覺得 其實政府可以更加高透明 更加好的安排 如果它真的曾經透過強制檢測 去落實了它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做一個整體的配合 但是你問我一句說話很坦白 不封 不封 不做 就會擾民 勞民傷財 封 可能會令大家有很多不便 但實際擺在眼前 我覺得在整個過程裡面 是更加要以文為本 舉例 我第一次我看到 其實在安排上面 被人感覺到倒捨落下的 但現在他越做 事實是越相信 還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見 我想這個我們完全明白 就算我自己的家人裡面 都有不同意見 覺得應該封為應該不封 但我們期望大家應該同心合力 我就說一句 他透過一個法例去賦予他的執行權 599J的安排之下 希望及早識別一些隱性病患者 從而作出針對性的安排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需要的 就著遺風強檢 我們分享了很多意見 昨天也有一個最新進展 就是衛生防護中心公佈 就是所有大廈 剛才我也有提過 如果有一宗個案 無論是有沒有源頭 都要接受強制檢測 不是遺風 就是強制檢測 大家覺得這個和遺風相對怎麼樣 會不會其實這個做法 可能會更加有效 還是有這個做法 就不需要再遺風 大家怎麼看 我可能回應剛才柯議員的說法 我想你也某程度上同意 其實這個封區是擾民 但是邏輯有些什麼呢 就是現在你看到公佈20區 其實如果假設真的沒有成效 應該要停止 你同不同意停止呢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可能黃宇特剛剛也說到 其實現在某程度上 政府都應該要找出隱形傳播鏈 我這是我同意的 但現在感覺上是什麼呢 比公眾感覺上 因為香港的封區只是藥石亂頭 萬無目的地 好像那個位置有些個案就做了 其實一個不理想 也不能夠得到市民支持的情況 但我也同意剛剛柯議員所說 其實香港人很配合的 但也很累的 因為大家已經抗疫了一年 大家盡自己能力 戴口罩 或者做任何的佛服措施都做足了 為什麼政府仍然是做一個 這麼沒有效的封區 繼續去擾民 這就是很多香港人想問林鄭一個問題 我想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的 但我們擺在眼前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沒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 去處理這個疫情的話 坦白 你會看到持續是未能夠改善 我舉個例子很簡單 比如看國內 當它發生了這個疫情的時候 其實它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封區也好 強制檢修 以至乎小區 禁足令也好 找到一個源頭出來 不要讓它散播 第二個 我們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在過程中 是有些不同的跌倒 有些不同的安排比較 是需要改進的 但如果我們不做的話 我們連一隻都找不到 那這些就是每天在社區周圍走 不是不做的 現在你們民建聯 保皇黨 經常都是叫政府封區封區封區 現在林鄭就聽了你們說去封區 去搞香港人 但是問題不是說 你不封區 沒有其他事情做 我們在說 你在個源頭那裡 要做把關 民主黨早就亂說 封關 你們只要拖拖拉拉 搞很久才封區 然後你現在搞 那些地盤 你又不馬上第一時間去做 讓那些地盤工人放一工 帶一群回家 去到深水埗 去到佐敦 去到土瓜環 搞到我們九龍西 雞毛鴨血 現在你才說 在水尾的時候 先封區 在那裏做大龍鳳 區區去搞 搞到市民 真的想每個年都不行 剪的頭髮染的頭髮都不行 我自己都要自己剪自己染 現在 怎知道他何時做 突然間就吹牛 啊 瘋了 走不了 所以問題 當然我創成 剛才說可以做得好些 那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 你的壞事都現在要做 怎樣做得沒那麼壞 那當然想到很多方法 現在都很多街坊投訴 跟我說 富萊花園 他走來洗樓拍門 然後叫人下去 喂 你拍完 你拍那麼多個 下去幹什麼 在下面排一個小時 你可不可以等到那些隊 只剩下十個八個才上去拍 你分階段拍得不行 很笨 你做很多事 你當然可以幫他 想到很多方法 完善他這個 這麼笨的做法 但事實是很笨 你抓完頭 蓬潮花醫生覺得怎樣 剛才黃碧雲說 我想風區的源頭是重要的 其實我想衛生服務中心 要看 我自己贊成要做一個 強制檢測加一個禁足 因為如果你不做禁足 是沒用的 但那個位置要設定 不只是在樓越 因為剛才那個群組 其實是機場三口 那個群組 或者之前藍田隧道的群組 其實那些群組 因為一些工作人員在那裡 可能很熱 不戴口罩 吃飯一起吃 很困難的環境 其實那些環境 或者一些在機場工作人員 清潔工人 這些其實 我今天有個個案 好像是清潔工人 也是中了招 這些其實就是一些 很慘 因為他們又辛苦 長時間工作 又不賺得多 但反過來 他們也是做一些最辛苦的工作 對如余德堡說 覺得應該停了 你覺得怎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幾樣事情一起做 我想你在源頭 其實有些人現在都呼聲說 那些地盤 我們可不可以立刻要 即停了去 即全部逐世檢測 先去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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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都遲了 因為現在的檢測 已經去到尤華地 去到佐敦 去到哪裡 但我當然明白局方 其實有一部分是要追蹤 例如我問一個人 他什麼時候有病 可能他沒有病 他沒有看過幾天 才去檢測 才發揚性 其實那裡有一個延期 那裡我們必須要 有些少少難去捉我 明白